好,我们今天在谈密宗道次第广论 讲秉三 圣体的不同 跟丁一 小圣的建立 这一段很长 但其中啊 有所辩论 我们晓得这个小圣 他是 以利他事 愿被合护 唯为自利解脱修行 有两种特性 能正解脱正因 事正无我意会 这几句话是个重点 利他对于能够 帮助友情众生 他不愿意去做 因为他不喜欢 去复合众生 不要去搭挡挡挡 不要去担 喝挡 这个如来事业 他不要去做 他这个众生 总性当中 台湾人讲的 一种迷 扬百样人 有人喜欢这个小圣的这个修行 他说这个度众生太难 他不喜欢 他一个人喜欢独自去修 这个就是 以利他事 愿被合护 有很多人讲 我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只管我自己修行 不愿意这个背上 去背这个众生的这些事 也不愿意 不喜欢 也不喜欢跟大众生存在一起 有很多人 他本身的这个个性是这样子 他喜欢一个人独肌 不喜欢这个 跟大众这个生活在一起 或者是说 想办法去度众生 他背自己的事 只背自己的业 只愿自己修行得果 不管其他人 死佛 通通不管 不过这个事也有到他的道理的 你以为你管到别人吗 其实没有 很多人只管自己 接着禁言他管 父母 父亲生病了 母亲生病了 急得要死 我一定要飞回去看他 父母生病了 为什么 因为是近亲 息息相关的 你突然间听到说某个医院有某一个人 他得了这个血癌 你一点感动都没有 你不会感动 因为他跟你毫无关系 你根本不认识他 你心理上不会产生一种另外一种情愫 特别去关心他 所以那个台湾布大戏里面经常言 这个死不要死平道 死不要死平道 死没有死病毒 病毒没有死 别人的 别人家的事情 死活他不管 死到有 死到有不要死平道 什么意思 就是别的道友死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最好是别的道友都死 但是平道不要死 平道就是我 我不要死 这是什么心理 这种心理 就是有点这个 我们讲的就是一种自私的这种心理 所以修行只为自己的 只顾自己的 是有这样子 他喜欢自己修 别人他通通不管 但人的心理是有这种心理的 你说你父母怎么样了 心急的 兄弟姐妹怎么样 急的 自己的自亲的人 自己的妻子怎么样 哇 急的 很急的 自己的儿女怎么样 急的 一听到别人儿女怎么样 马上说 干我什么一回事 这个心理是一样的 你们不要小看这种心理 有的时候 很多这个弟子 在回信里面讲 这个来信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全身都是病 很严重的病 而且很严重的事情发生 我们应该赶快处理 看看他有没有归医 一看 他不是归医的弟子 管他的 这个分别就出来了 这个分别 归医的是同门 就是我们同门 还要关心他 这是归医弟子 他没有归医 得到这些病 没有分别心 这个不能提早处理 排队 这样 跟着大家一起排 为什么他不归医呢 归医了我们才会紧急处理 这个就是 这当中 就不是无言大词 同体大悲的这种心 你们每一个人有时候 循着私情 私情哪来的调子 这个比较重要 师尊先处理 我说不知道 还连老婆 是你母亲嘛 对不对 你假如今天是别人的母亲 你不会赶快就循着私情 赶快拿一张调子 师尊先问这个 这个先问一下 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认识的人 你怎么会突然间拿一个调子 给我说先问这个呢 那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一点 这个别的弟子 他说 写信给师尊 总是要一两个月 甚至于他出去一趟 一个月旅行回来 处理信 恐怕三四个月才能够收到回信 有一个办法 寄给其他的上司 红包分成两份 一份给那个上司 一份给师尊 这上司一接到这种信 来看 我不是讲哪一个 有没有这回事 我也不知道 总之 总之以前是有这样子的 我是讲以前不是现在 一份他收来 一份是要供养师尊 他一收来一定先拿 师尊这个先处理 然后他拿去这个包装啊 拿去这个 拿归一证书啊 这个到药箱去拿药 他就先做先回 就是说 哎哟这个块 他会想说这个块 以后呢 就寄给这位 就行了 寄给这个代转的 这个他马上亲自可以到 师尊面前 马上问马上解决 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起来 就是讲说 有公跟师啊 有分别跟没有分别的 这个差别在这里 那么小圣的建立啊 是因为他本身 他厌恶 去背负众生的这些业障 不愿意去度友情众生 只愿意修自己 这个就是小圣的建立 以利益他是 愿被合妇 就是妇合了 唯为自立解脱修行 好 我自己先 先解脱要紧 我自己先把烦恼先解脱 把生死先了 我自己先修自己的 他自己先利益自己 能正解脱正因 因为你越追求解脱 解脱是一种正因 是一个很正理的因果正因 事正无我意会 由这里去证明到无我 这个异地最高层最高的这个智慧 所以这个是小圣建立的两种特性 两个特性 这个跟大圣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 好像我们密教里面 也是为什么会归于大圣 主要是我们有事无量性 小圣是不讲事无量性 什么慈悲喜舍 这个给众生快乐 了众生的烦恼 永远翻喜的这样子去做 能够舍掉一切自己的生命跟时间 小圣没有这个慈悲喜舍 慈悲喜舍是无量性 他不谈 他说我慈也是给自己快乐 给了自己的这个痛苦 我欢喜自己 没有烦恼只有快乐 然后呢 我不舍得给别人 我全部舍给我自己 这个是这个小圣 没有什么慈悲喜舍 不过小圣的这个修行 也是由戒跟定 这里面讲 以戒定等一道为伴而正修行 修戒跟定 戒就是戒力 由戒力开始 那么求定 以戒定等一道为伴而正修行 故能尽断一切烦恼 能够断一切烦恼 这是小圣的建议 那么我们翻到第六页 哇这里是一大篇 整整第六页第七页 都是满满 其实这个 别人看了 看不懂 我看 看得懂 这是在辩论 论什么呢 在论无我 这当中有讲到几句话 很清楚 很多的论师认为 这个不能了生脱死 不能得到开悟 论师是这样子讲 这个入中论 你见无我 瑜伽师 不能通达色等性 以为达笔 自性故 颜色转 故生贪拙 这一句话什么意思 在印度的时候 称这一种小圣 称无我 叫无我宜家 是修无我的 大家想想看 你要修无我 也就是没有我这个 我执的这个性在里面 既然没有我执的话 难道你还能够 这个自立吗 这里面有矛盾在里面 小圣建立在无我上面 要修这个无我 既然要修无我 那么自立又是什么呢 不是有我 所以这当中是有矛盾的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几个论师 在互相辨论 所以入中论就有这一段话 你见无我宜家师 不能通达色等性 以为达笔自性故 颜色转故生贪拙 生贪等 这个意思就是讲 修无我的人 知道是无我 既然是无我直 那么为什么还自立呢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 到底小圣的建立 是不是有矛盾 这里面他有辩论 诸佛即读诀 诸生文所义 唯一解脱道 除你更无疑 这个是讲 通达法无自性 唯一的分别母 乃是三圣的真解脱道 又讲 欲学生文地者 当学波耶 波罗密多 所以想要学这个生文地的 这个小圣 还是要学波耶 波罗密多 就是智慧到达彼岸 不能这样子的 这样子做的话 没有智慧的 只从戒根定而已 而不由智慧去求解 也不能够达到彼岸 这里面就讲了 这个色诵里面讲 欲称 声文众 读解 几法王 若不依此人 莫能得成就 所以也是很清楚的 你要小圣 声文得成就 也要依此人 这个人是什么 这是一个果位 无声乏人 上次我讲过 什么是无声乏人 无声乏人 本身就是一个果位 乏人本身就是一个果位 可以讲就是 没有这个法治了 没有法治 你假如不依这个方法去修了 一样的不能够得到成就 所以在这里面 他谈到了 你既然要想要得成就 要得到无我的异地的话 你必须要去知道 真正的佛性 他的空性 那么你假如知道了空性的话 你心量自然能够广大如虚空 这个时候啊 在有意无意当中 你自然合乎于四五量性 所以修行的开始 虽然你是不能不愿意去复合如来的事业 跟去度有情的众生 但是当你接近了无我的时候啊 你广开你的智慧 你智慧已经就打开的时候 你仍然会走上这个慈悲喜舍这种事无量心的这一种境界出来 所以从无我开始 从这个声闻开始 一直走到菩萨 一直走到菩萨这一条路 你写小圣最后呢 你也要走上大圣 写大圣也要过小圣的生活 这里面就是这个 这一第六页里面 完全在这个辩论无我 那么在第七页里面呢 它是论这个无常 由无常来证明无我 然后我们晓得无常 这里面有一句话 在六十正理论营 生起即灭到未需要而说 知生故知灭 知灭故无常 由之无常性 亦能达正法 诸了知言起 愿离一生灭 必成就正见 能业三有海 那很多这个小圣的修行 也是从要认知无常 由无常才能够正无我的 我们晓得 我们知道有人出生 就知道他要死 有生必有死 那么知道有死 就能够证明无常 这个道理就是 在这一端里面 知灭故无常 因为知道是无常性 知道众生种种的现象 都没有常性 这样也能够达到正法 因为你悟着这个世间 众生没有常性 所以也能够达到正法 像我们这个交朋友来讲 或者我问事情来讲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当初两个人在一起 很有缘 觉得很好 相处 这个很翻喜 产生翻喜心 隔了不久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自己写信来就讲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不理我 我也不理他 那两个人就催 那两个就催 那么催了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证明什么 这是很小的一个无常 字也是无常 你知道什么时候死 没有人知道的 对不对 有一个脑筋急转怎么写 飞机失事了 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死 大家都佛的 问大家 飞机失事 故障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死 你头看脑 对了 那个飞机根本就没有起飞 脑筋急转弯 老实讲 飞机假如真是从空中爆炸 或者是掉下来 很难得有一个佛的 这是无常 你知道什么时候生 什么时候死 不知道 由于有这种观念 你能够引入正法 有无常 就证明到无我 因为你自己这个我 随时会灭 有无常 引起你修行的这个心 你知道你这个我 便不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会达到 无我的正念上面 有无常之道 能够达到正法 就是走到无我这条路 所以呢 这里面就是在辩论无常 有很多这个论师认为 无常不能达到正法 但是也有很多论师认为 无常可以达到正法 这个就是在这里面 讲解这一方面的事情 唯一的这个小圣的说法是 诸声闻圣中啊 未说菩提宴 大行即回向 何能成菩萨 这也是一种讲法 但是呢 我刚才讲了 声闻圣中 只要他达到无我 他就知道 一切都是空性 既然是空性 就是会有平等观出来 那么他也会 走向这个数量性的这一条道理 总之啊 大小圣不以见分 大圣小圣啊 不以见来分别 以什么为分别呢 是花心等 就是你花心的大小 有很多人花心比较小 我先度自己 这个花心比较小 就变成小圣 这是小圣的建立 那么花心比较大的呢 就是大圣 他先也要度自利利他 也要度所有的友情 这个是指小圣建立 是花心等诸方便故 这个道理是在这里的 今天就谈到这里 Om Manu Ben Miho